这么大 一个手机装不下 擦车已经来了 我们先把10吨重的料 我们给它擦出来 你们没有在这个现场 所以没有这种压迫感 这个料子我们当时拖回来的时候 过磅是有10吨重 但是当时上面有泥巴 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现在冲洗干净以后 估计还有9吨多 我们现在准备 把这个料子给切好 准备做一个龙凤大茶桌 这个料子切也不是一天可以切好的 整个切割 包括制作的过程 大概经历了半年的时间 我们现在给它翻个面 其实刚刚切的 其实是它的一个底部 这个桌子的主体部分 我们就已经切出来了 现在我们把它推进我们的这个制作区 现在这个步骤是准备在这个雕龙的这一头 把多余的料给卸下来 现在我们的师傅在给这个桌子进行这个盘面的一个设计 预留的已经全部预留好了 像这个层次感非常的漂亮 一层两层三层四层 一层两层三层四层 然后在这边龙头的位置已经标注好了 然后在下面这几层是水缸 这水会一层一层的这个流下来 现在我们的师傅按照前几天画好的这个盘面 进行一个开盘 现在我们就是在这个桌子上掏这个水缸 一般掏水缸的部分呢 有杂色或者是不太好的部分 所以给它做这个水缸 今天我们已经开始做这个龙头的部分了 龙头的部分由两位师傅接力完成 因为这个确实是比较大 经过一周的时间不断努力啊 这个龙头大概的一个样子已经出来了 设置特别的霸气 待会我们直接看成品 是居住100%的 gol